在广袤无垠的蓝色世界里 海洋犹如一个冷漠的战场 残酷且无情 在那幽暗 冰冷的深渊之中 生命之舞 交织着猎杀与逃亡的旋律 每一个生灵 既是无情的猎手 又是潜在的猎物 而生命的轮回 终究归结于一场场无声的盛宴 从能撕裂一切的杀鱼与缩鱼 到在漆黑如墨的夜海中 与巨型投足类动物 斗智斗勇的深浅鲸鱼 再到那些犹如暗夜中的幽灵 以生物发光为诱饵 将毫无防备的鱼儿 引向死亡的陷阱 这片深邃的海域里 每一刻都上演着 惊心动魄的生存之战 然而 在这古老的海洋舞台上 一个新的身影正悄悄浮现 它并非由血肉之躯构成 而是由高超的金属材料设计 与精密的机器人智慧编织而成 它 名为魔鬼鱼 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L 精心打造的未来派水下无人机 它用钢铁的羽翼和智慧的双眼 重新定义水下战场的规则 魔鬼鱼的诞生 使科技与生物灵感完美融合的杰作 在无尽的深海中 它宛如一条真正的鱼 游易自如 悄无声息 但在这静谧的外表下 却蕴藏着强大的战斗力与无尽的智慧 它是现代战争的崭新篇章 将重新定义我们对水下战争的理解 将颠覆传统海战 下面 我们来对这个未来海洋科技战的新霸主 所具有的创新 军事意义和未来潜力一探究竟 魔鬼鱼计划的揭示 魔鬼鱼计划的首次曝光 来自于2020年2月 美国国防部的一则新闻发布 它犹如在平静的海洋表面 投下里克重磅炸弹 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这项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主导的项目 旨在开发一种能够长时间 长距离 自主操作 且具备有效载荷能力的无人水下载具 XLUUV 这意味着它可以在水下停留很长时间 行驶很远的距离 并携带各种有效载荷 包括武器 这项创新理念 不仅代表了现代战争的演变 更是对海洋深处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 这款新型的超大型无人水下载具 被取了一个有趣且相当酷的名字 魔鬼鱼 英文Manta Ray 大自然中的魔鬼鱼又称为福分 是一种体型最大的鱼类 最大的浮红一盏宽度可达八公尺 Manta源自西班牙语 本一位毯子 在现代英语中 一位女性用的方头巾 魔鬼鱼具有毯子状的翼而得其名 除了形态与毯子 Manta相似之外 又因其在海中优雅飘逸的游资 与夜空中飞行的蝙蝠相仿 而得其中文名 福分 它的翼状 与只圆盘一样的身体 构成了巨型扁片状躯体 宛若一只海中风筝 魔鬼鱼计划的进展 第二阶段 2021年2月 更多资讯曝光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宣布继续该项目 并与三家承包商合作 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 Metron公司和马丁国防集团 到2021年底 第二阶段合约被授予 将项目推进到建造和测试 全尺寸水下载具的阶段 魔鬼鱼计划的目标 是开发能够自主操作的 无人水下载具 无需人类后勤支援或维护 为此 需要解决能源管理问题 水下腐蚀 障碍物回避和植物 枣类及藤壶的水下累积问题 该无人机需要检测和分类水下危险 反检测威胁并应对变化的海洋环境 该计划的一个关键方面是 Metron公司领导的创新能源收集子系统 旨在保持无人机的动力 而不依赖传统电源标志着一项重大技术飞跃 魔鬼鱼的设计与能力 到2021年底 魔鬼鱼计划似乎进展顺利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及其合作组织拥有能够克服魔鬼鱼 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技术 概念艺术展示了一种光滑 无缝的金属工艺品 正读其名字来源的魔鬼鱼 如果在空中拍摄 它可以很容易地被误认为 是超先进的隐形轰炸机 2024年4月 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 透过一个全尺寸技术演示器 向世界展示了魔鬼鱼 该演示器已经在加州南部海岸 进行了数月的实际测试 这片海域 以其复杂的洋流 海藻森林 水下山脉和峡谷 以及丰富的海洋生物而闻名 自主操作和能源收集 魔鬼鱼的自主能力 是其功能的关键 水下传输讯息非常困难 因此 大多数自主水下载具 必须频繁浮出水面 保持靠近其指令来源 或保持与有人驾驶船只 或水面接收器的有限连接 然而 魔鬼鱼设计用于长时间 在水下生存 在低功耗充电状态 和主动运动之间交替 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的 能源收集系统 允许魔鬼鱼 在低功耗状态下 锚定在海底 它使用温度梯度能量收集器 将海洋表层较温暖的水 与深层较冷的水之间的温度差 转换为能量 这种方法使魔鬼鱼 能够在需要时加满能量 另一种潜在的方法 使逆电渗兮 RED 透过水的沿度差异 产生电流 潜在用途和战略意义 魔鬼鱼的自主长时间能力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最初强调其科学用途 如海底的高精度声纳测绘 和理解海洋环境 然而 其靠近美国军方并设计一个主要的国防承包商 表明其真正用途可能是军事的 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 强调了魔鬼鱼的高有效载荷能力 及其在保持指挥 控制和通信能力的同时 制造战略惊喜的能力 它可以携带武器 进行单独任务 或与其他海军元素联合行动 进攻能力 魔鬼鱼的进攻能力不容小觑 虽然未具体说明其有效载荷能力 但可能包括水雷 鱼雷 甚至一个大型内部炸弹 使其成为潜在的神风无人机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 证明了水面无人机的有效性 像魔鬼鱼这样的隐形水下无人机 可能对水面船只构成更大的威胁 也可能发动类似的攻击 魔鬼鱼的长距离和长时间能力 将显著提高其战略价值 例如 在中美之间的南海假设冲突中 一对魔鬼鱼可以从美国西海岸部署 穿越太平洋 隐秘地潜伏在台湾或中国海岸附近 随时准备在冲突爆发式行动 防御能力 魔鬼鱼也提供了重要的防御能力 特别是在潜艇检测方面 美国目前在扫描沿海水域中的 外国潜艇方面能力有限 部署一对魔鬼鱼 可以大大增强美国监控和应对水下威胁的能力 魔鬼鱼可以追踪潜艇 透过数据气泡发送更新 同时无逢地进行追踪或必要时进行攻击 海洋战争的广泛影响 魔鬼鱼代表了海洋战争的重大飞跃 传统军舰日益被视为脆弱和昂贵的 魔鬼鱼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利用先进技术增强能力 同时减少脆弱性 魔鬼鱼的潜在用途不仅限于军事应用 它可以向特种部队运送补给品 在潜艇无法到达的深度进行侦查 布设水雷 检测雷区 评估海时紧急情况 或悄悄靠近外国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侦查 其多功能性和自主性 使其成为各种任务的宝贵资产 结论 海洋战争的未来 在历史的这一刻 海洋战争的未来正在迅速演变 魔鬼鱼水下无人机处于这一演变的前沿 提供了新的能力和战略优势 其自主长时间操作 从海洋环境中收集能量 及携带各种有效载荷的能力 使其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魔鬼鱼准备重新定义水下战争的本质 就像其生物名字的来源一样 已经适应了在深海中生存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魔鬼鱼代表了海军行动未来的一大步 创新和适应能力将是维持战略优势的关键 随着我们继续探索魔鬼鱼的能力和潜力 有一点是明确的 曾经由自然掠视者主导的海洋 正成为技术创新和战略优势的新前沿 魔鬼鱼水下无人机引领这项变革 重新定义在世界海洋深处可能实现的目标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